今年的馬季, 遲一日殺科 但多了半個星期的暑假 馬季比正常遲一點 你做馬民有什麼做? 除了你玩自己的外地馬之外 對, 我們就很充實 如果繼續玩海外馬, 當然沒有這個空檔 因為8月20日, 即是最後一天的海外賽事 嚴格來說, 沒什麼暑假 但作為做本地馬的傳媒, 或是姐妹 其實都集中在暑假 過往我看見都很流行, 有暑期的馬經 內容不外乎是所謂的銀行馬 例如有些小統計, 或者其他東西 這個年代是否還需要這些東西? 工作是需要的, 為什麼呢? 編輯部在馬季之內很難放假 但你也要輪流放假, 休息一下 平馬人看神粗的, 又要休息 不看神粗的, 又要休息 雖然有交稿, 但就變成了 沒有實戰, 跟蹤這件事 但近年, 書籍馬經越來越不斷移植 因為重要性減少了, 第二點就是真的要被人休息 第三點, 紙很貴 印上一些不太重要的東西, 並不是很值得的 和七、八十年代, 我們看著書籍馬經的演變 很有趣的 在七十年代的書籍很長 當時的賽馬資料, 三、四個月 賽馬資料又不是很多的 你不能經常說那隻馬, 那隻馬怎樣怎樣 難道每隻馬都說嗎? 當時只有幾百隻馬, 一日說一隻 整個書籍可能要說一百隻給那麼多馬說 當時曾經是很有趣的, 我們的深入感受 因為五月未跑完, 七月一號就開總編班 拿著總編班, 看看哪一人買哪個班的分數是什麼 你中間沒有什麼可以做的 原來當時曾經有一兩份報紙很厲害 當時你買沒有賽職表流行這個觀念 有, 但不是很流行 於是當時有些馬經日報 每天登兩三隻馬的賽職表 上年度的賽職表 讓你記起馬去年是跑了幾場 等於今天的賽職表 跑哪一日跑去跑去跑去幾場 當時我還記得要剪低的 為什麼呢? 五十年前是很先進的 賽職表 回顧上季, 馬跑幾場 總成績幾場 是不平的, 只是給你資料 寫兩句 那時候我們覺得很好玩 後來再演變, 輸價短了 不如說暑期馬經, 於是叫銀行馬 我們估計去年季美哪些馬跑得好 下季應該可以留意 曾經八九十年代很流行這個名詞叫銀行馬 是呀, 我都知道 要來看馬迷做定功課 預備下季怎樣用呢 當時我都覺得並無不可 後來發覺近些十零二十年 銀行馬這個名詞 看點都對的 但銀行馬不是在暑假發掘的 是馬位置內發掘的 因為簡單來說 你今年很多贏六七場的馬 去年這個時候才剛來香港 有個落孕未必有馬名 或者剛開操未快跳 連市場未有 你如何能估計一隻H028的馬可以不可以呢 沒有意義的 很厲害呀, 看到他們寫 照提供, 照寫 哎, 看看血統好厲害呀 又多貴, 多貴 沒有所謂, 這些都是可以提供的作用 但問題我覺得就好像比較刺耀 那我的見解是這樣的 現在的暑期這麼短 唉, 搞完馬那裡有38 完全不要理香港馬 拋開自己 給自己充一下電線 就不去旅行充一下電線 然後呢, 就去到 8月開始有些馬 第2個禮拜都有些馬開始快跳 但是你快跳呢 你又未有馬經出的 馬經也都不是這麼多快跳的 不一定要快跳的那些 操練的細表 那你就上去馬會的網那裡 不用錢一輪一下哪一馬 操成點哪一馬 哪一馬 開操美 哪一馬 跳三課 你自己不用錢 沒有時間限制 還要拿起重化的操練表 7月的時間 你香港大圈未開 但是你 那些馬繼續在重化 操練 但是你也是靠馬會的網 去上面拿資料 沒有人評的 現在蘇花金 蘇花沒有一個香港平壞人 在重化看神操 雖然早期想過 但是根本沒有說要執行 那你就看看操練表 那為什麼呢 拿著去年 那些三歲馬 好成績的 再賣 行不行呢 如果用去年就不行了 你去年的時候 上季 速遞騎兵 贏了六七場 想著今季還可以多贏兩場 不行了 風火戰區 想著很厲害 可以多贏兩場 又不外如是 又沒有再進步了 八千師好一點 神之水滴 原來三歲已經很厲害 進步不多 那你只拿著季尾三歲的賽職來 估下季一隻 澳洲馬四歲行不行呢 用盡了沒有 如果他贏得一場 你怎知道他明年可以贏五場 如果贏了兩三場 可能已經用盡了 最明顯是速遞騎兵 會不會是香港短途的精英接班馬呢 原來很厲害 不過也不是這麼厲害 不是一級二級馬 沒有再進步了 然後出來推 那我覺得 還想著那些賽職表來做什麼 洗掉它 明年到馬再報名的時候 你才拿出來都不知道 不需要熟讀 豹鼎鼎 那些賽職來下季用 這個是以前三十年前的做法 現在我覺得過時了 而且手法都不同了 現在很多瘡或麻雀都傾向於急進 其實那隻馬的理程 可能都是跑三兩季 第一季就用光了 剛才你說的幾隻 很多都在賽道 他可能三歲或四歲已經跑 我記得更早時間 例如勝得精彩那些 一季拿六場 接著第二季沒有得贏 這類的馬 真的沒有辦法 因為現在他們的做法就是 以阿賽的手法 你見他可能三四五歲 跑完六歲退役 何必他會慢慢 他會三季攤牆和他贏 我又真的覺得現在香港 在現時他們的部署手法上 已經不是以前那一套 今季贏兩場 下季贏多兩場 攤牆來做 但現在不是的 一季拿四五場 下季行不行再算 或者再下季 再下季贏一場 你沒得追這些馬 結論就是以前在暑假刨 上年的職來找下季的銀行馬 過了時了 銀行馬是有 在職來不斷找的 他要贏一場就跟風 不是說沒有 但不是在暑期時候 度出下季的銀行馬 是沒有意義的 更好笑 就是很多年鑑 年鑑都被淘汰 原因是沒有用 搞錯 有一隻馬 我們最記得十幾年前 有一個大老 大老和小老 他上季還沒有出賽 下季還沒有馬名 你不知道他只有一個樂印 然後第二季贏六場 想追回賽職嗎 對不起 他一個人已經退役 下季結論就是 大老和小老都一樣 從來沒有在年鑑裡出現過 那個年鑑 明明那個中國年鑑裡 從來沒有出現過 因為他 未來到香港 或者沒有馬名 沒有賽職 一季用完 第二季已經退役了 是 從來都不出現過 那個賽馬年鑑裡 時力變近 步伐太快了 我們所說今天要講的就是這樣 但是呢 話說為例 我們跑完香港馬了 我們都沒得休息 接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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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兩個禮拜都相當多的 這個歐洲馬 我們就 接下來 那兩三禮拜 起碼呢 我們暫時會開玩笑些香港馬 那我們呢 就是會 集中海外賽事 對 不一定是 提供提示 我們 所有話題 暫時都會去 離開 香港馬先 然後 起碼 我覺得 開操 多一些快跳 我們先回顧 上季的賽事 和指望下的上市 大家休息吧 起碼給兩三百 大家休息一下 我們先加插一些 比較另外的東西 看看外國馬 起碼有種新鮮感 另外 我們都可以 趁在本地馬暑假的時間 講一些 本地賽事 一些 我們平時未必有時間 大家談出來的話題 大家多給一些意見 我們 聽什麼話題 我想 我們可能會做多幾個Q&A 對 沒錯 貼近一些 網友 對於我們這個節目 想問 想問 都想 再做幾個Q&A 希望可以解答到網友的問題 今天先談到這裡 歡迎大家訂閱我們的頻道 另外亦都給我們鼓勵一個讚 我們今天先談到這裡 謝謝